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十上百只吧 就像是进入到了黑暗之门一样 特别的多 大概有这么大 曾经好莱坞出品过许多魔幻类型的电影 像我们大家熟知的那一系列的木乃伊归来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看 而剧中那个木乃伊他的原型呢 那便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赛提一世法老的原型 那在古埃及的历史当中呢 这个赛提一世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都知道他是法老 又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拉美西斯二世他爸 就是这样的两个父子呢 他们却建造了许多无法解释的一些谜团的神庙 像上一次我们就去看过那个著名的丹德拉神庙 那我们今天要去探寻的呢 就是这个赛提一世的阿比杜斯神庙了 关于这座神庙啊 很多人说他是与外星人或说是与穿越有关 甚至还有人啊看到有外星飞碟呢 在他的上面啊曾经漂浮过 那这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呢 我们下来看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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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天气 依然是聚热 这里算是一个小众景点 平时来的游客 并不是特别的多 所以刚才我也是 开了很长时间的车 来到了这里 神庙就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就是神庙的大门 你看这缩大的一根根的立柱 是不是还蛮简约的 不过上面的那些壁画和浮雕 却让它显得 更加有那种视觉的变化 因为它上面 有着很多的浮雕的壁画 可我最近这段时间 看这种神庙也好 或说是古迹 已经看得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那我们就简单的进去转一转 直奔主题吧 走 你看这整壁墙全部都是像新文字 这里还有像眼睛一样的图案 那据说在过去 这一个神庙可是一个绝对的圣地 因为它汇聚了某种巨大的能量 在这里也是帮助法老可以重生的地方 是不是读懂了这些像新文字 就可以使人重生呢 这就买到票进入了 这个阴暗的大厅里面 我感觉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气息 而据说这个神庙里面 供奉的就是名神奥西里斯 而关于这个奥西里斯 又是古埃及人 他们最尊重的一个神灵 他是掌管着明界的一切 相传奥西里斯他的头颅 也同样安葬在这个神庙当中 周围有很多的鸟和蝙蝠 已经在这里安居了 过了一层又一层 里面全部是巨大的力柱 光珠直接照射下来以后 照到这些力柱的上面 而随着这个阳光的不断的变化 这一个力柱上面的绘画 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 上面掉了很多的蝙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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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有一种探寻古迹 或说是寻宝的感觉 在这里面有一种探寻古迹 或说是寻宝的感觉 是不是就像是那种灯光打上的光柱一样 很像那种聚光灯 又或说是探照灯 哇 来在光影下面站一下 哇 这光线很刺眼 本来这座神庙里面是挺黑的 可是呢 这里开一个孔以后 让阳光直接照射下来 反而让这里面很独特 很有一种feeling 在这个壁画上面呢 又能看到这种金色的船 底下像轿子一样抬轿嘛 上面呢 却是一只船 这在很多的壁画当中经常都能看到 那他其实讲述的呢 也许啊 就是这个法老呢 希望他死了以后啊 能去见到名神奥西里斯了 然后让他永生吧 而旁边那个地方你看 那就是法老过世了以后呢 在伊西斯女神的帮助下 好像正在做某种法事 也不想念 呢 you 我想我已经找到 那一组超越古代文明的神秘图案了 他就在进入神庙以后 左边立柱上面的第二雷端 你看那一组象星文字 它可是现在古埃及 最为神秘的图案了 而且至今都无人破译它 那请注意 这个横梁上面的那一组图案 你看左上方的那个图案 我给大家欣赏一下 推进一点 是不是与刚才前面看到的那些 完全不一样 那这些图案它像什么 鸡头 螺旋桨 还是某种尾翼呢 这种特征是不是太明显了 很像我们现在的直升机 好 你再看 它旁边的那个长长的四周 还有弧形 这又像什么 是不是很像潜水艇呢 又或者说是八九十年代 非常受欢迎的一部动画影片 太空堡里当中的宇宙战舰呢 顺着再看下来 你看底下的那个象星文字 又像什么 我感觉像是变胖以后 或说是抽象的某一种宇宙飞船 我们从以往的壁画 大家都知道 一般是反映的人们生活状态 法老的英雄事迹 又或说是一些祭祀的活动 而这些图案 又往往以人物啊 神兽啊 或说象星文字为主 那这几个图案 显然在这里啊 有一些格格不入 那古代的人他们画这些图案来有何意义呢 你想 三千三百多年前的壁画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请再来看一下 你看 他们与周围的图形有什么联系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壁画嘛 就是故事或一种记录 那这几个图案 你说它是象星文字 记录生活 还是农作工具呢 显然啊 都不太像 更像是一种神秘 科技 未知的东西 那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有人称说 在古埃及时期呢 那个外星飞船啊 就降落到了这一个神庙当中 所以古埃及人呢 采用这种象星文字 把它记录了下来 不过远了不多说 我们仅仅只是看这几个图形啊 就与我们现代的许多科技 非常的相似 难道这又是一个巧合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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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就是神庙的最深处了 这里面的壁画 可以说是这个神庙里面保存的最为完好 也是颜色最为鲜艳的其中的一组了 而刚才我观察了一下 我发现这里面他所讲述的故事 就是个法老赛提一世 他死了以后 这些神灵又或者说是这些人 正在帮法老制作木乃衣 你看 这个穿着金色衣服 皮肤是蓝色的人 就是法老赛提一世 因为他死了以后 这皮肤已经变成了冷色 他手上握着一个生命之死 上面留着一个长长的胡须 这是典型的赛提一世的标志了 旁边这些人都正在为他制作木乃衣 这里好像是在带什么东西 你看 在最深处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金碧辉煌的大门 上面雕刻满了壁画 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重生之门 我个人觉得每一种象形文字 应该有他合理的解释 那特别是像这种无法解释的象形文字 放在这个神庙里面 确实有一些不太合适 又或者说是 会让我们与那种外星小说 联系在一起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些也许还得通过时间 慢慢的去破译他 好吧 那这里也就是这样了 我是阿森 我现在在埃及的阿比杜斯的赛提医师神庙 那我的旅行又将继续 那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